那么当你有了这些东西之后 教学就会变得很不一样 就先来了解一下 就是如果你要做科技教育 现在课纲的核心是运算思维跟设计思考 那所以我们先要知道什么叫运算思维 运算思维呢 简单的说 它就是用科技的思维方式来解决问题的方法 那这里面呢 包括五个东西 一个叫演算法 一个叫资料表示 系统拆解 抽象化跟模式识别 好那我们这边不是一个宣导学术的地方 那而且在学术的东西 通常在国中小也没有办法使用 所以我这边呢 就用白话跟案例来跟各位解释一下 这个运算思维有多么的重要 好首先演算法 好通常那个高教跟计教阶段在讲运算思维 他们只会提到演算法跟资料表示 好资料结构 那事实上呢 在国中小 在国中小他的 呃 他并不需要那么的职业导向 所以我们国小不只有演算法跟资料表示 另外三个 好也是更加的重要 那我来稍微解释一下 那基本上演算法就是解决那个问题的步骤跟方法 你把它排列起来 逗出那个步骤 SOP 这个就是所谓的演算法 好 所以当我去解决 呃 比如说包种子的这个问题 那我第一个当然先准备材料 对不对 洗干净粽叶 然后把料先炒香 炒香之后才包进粽叶里面 把它绑起来 好 然后再来拿去水煮或用电锅蒸 好 蒸出来就可以吃 那这个就是端午节包种子的演算法 你只要照这个步骤 就可以完美的解决包种子的事 好 所以这个叫演算法 那在资料表示的部分 好 我想更直接就是 呃 如果假设你的老板需要看年终 需要看报表 那如果是一个没有这个资料表示能力的 的这个部署 他可能就会把试算表直接拿给老板看 如果说这个老板是快捅专业 他可能看Excel表 好 看Notice表 他就直接看得懂 那当然没有问题 对不对 可是如果今天你的老板是一个 好年薪150万的完全不是专业的 的一个公读生 那这时候呢 他看你的报表他一定看不懂 你还要跟他解释说 这个 是今年的 尽力 好 这个出来才是今年的 实际 赚多少 然后这是花掉的资本什么什么 你要跟他解释一大堆 那比较厉害的 比较懂资料表示的 的这个经理 会跟会直接把这个试算表 一堆数字 把它转换成图表 转换成图表 那比如说那个股票 那你就会知道说 什么时候涨 什么时候跌 比如说那个营业额 你就会发现 从那个图表 一眼就可以看得出 为什么 七月份电脑卖的特别好 那你再去探究原因 分析一下资料 那你就会发现说 原来大家学生都放暑假 放暑假一堆人要打电动 加上疫情的关系 那所以当你知道 从图表可以分析出 趋势之后 甚至看出那个原因之后 你就可以去做加强的行销 那你就可以获得 更好的业绩之类的 那所以当你会资料表示的时候 你就会具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那当然更好的就是 如果你是专业的经理人 他还会把这个图表 转换成趋势 甚至直接告诉老板说 根据这个所有的资料显示 你明年度就是直接投 联发科跟台积电 就是买个三年就没错了 你就这样跟他讲 对于一个完全 完全完全不懂资料 完全不会会计的一些老板 小白老板 那至少他也知道该怎么做 或者甚至你跟他说 A案 B案 C案 A案这个结果会是怎样 B案需要付出什么 然后会有怎样的收获 让老板自己去做选择 透过这样的一个资料表示的呈现 或者透过一些资料表示的转化 比如说这是要服务这个 听障的人 那你就知道要把声音的讯号 变成视觉的讯号 像这一类都是算在资料表示里面 都算在资料表示里面 那系统拆解更厉害 就是每一年去新的班级 第一件事就是要选股长 为什么要选股长 因为总不能所有的事情 全部都自己做 自己会累死 那所以我如果第一天把股长搞定 要解决这个体育课 大家运动健康的事 就交给体育股长 要管秩序 我就交给风气股长 要收钱就交给总务股长 要收作业就交给排长 当你这样做一个系统拆解之后 各部门的分工就会各就定位 那每一个小组都做好 每一个股长都做好他的工作 你这个班的班级经营 就会非常的棒 那各位在业界 当你接到新的案子来 如果那个案子一看就很可怕 你没有做过的 那你一定一开始会很焦虑 因为就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甚至这个忧郁症会发作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学过运算思维 你知道有一个东西叫系统拆解 你就会把这个活动 比如说 好叫你办一个全国竞赛 你就算没有办过 你也看过人家比赛 那知道会有交通的部分 会有伙食的部分 会有竞赛规则议程的部分 会有那个来宾接待的部分 那你就把这些 把组别切出来 然后各找一个组长安插进去 然后跟他说下个礼拜 请各位先拧一下简单的草案 我们下礼拜再来讨论 那这时候你把工作分出去 系统拆好之后 大问题是不是就化成小问题 对于那个小组长来讲 与其我给你包整个案子 不如我只负责交通这件事 他也觉得很愉快 因为他可以解决 他可以很容易的解决 解决他的问题 那对于你来讲 我案子全部都切割好分出去的 我的压力也不会这么大 那接下来你只要去监督各个小组的执行 去做一些沟通协调 然后确认各组的玩 在时间里面去完成各组的工作 那你是不是整个 各组都做好 你的大的活动就办好了 各位 这个就是系统拆解 那抽象化呢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抽取关键 抽取重点 抽取架构的一个能力 你要在茫茫的大海里面 去找到你要的东西 比如说学习阶段 最重要的东西 当然就是知识的学习 那所以当我在学追堆知识的时候 我如果可以很快的浏览 很快的抓出重点关键 甚至很快的可以把架构组织起来 那它就会能够很快的变成我的智慧 那所以我们在写程式的部分 就是你可以把一些共通的架构 比如说我在发射飞弹 那发射小飞弹跟发射那个大绝招 它是一个飞弹出去 跟变成三个飞弹 跟变成五个飞弹 它的模式都是共通的 就是出现飞弹 然后copy几个数量 然后转一些角度 然后往前前进 这个是你把共通的动作都抓出来之后 你就可以把它写成一个副程式 那这个副程式就是你抽象化的结果 那包括我们在上数学课 你在一堆混沌之中 推出一个 推导出一个公式 这个也是抽象化 也是抽象化的运用 那所以抽象化的能力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去业界也是一样 你在了解一个事情 分析一个事情的时候 你也是要去找一堆蛛丝马鸡里面 去把重点的关键给抓出来 把核心的概念给抓出来 这个东西就叫抽象化 那在模式识别呢 这个更是大家常常用 你会发现你如果去交接一个新的工作 那你就会问前面的人 这个东西怎么做 这时候他会拿给你一个卷宗 跟你说 如果要办这个事情 就照这个卷宗的里面的事情去做 那上数学课的时候 老师跟你说 如果要算面积 就请你套长城与宽的公式 那你去外界 你要处理人际关系 你去买那个雪行星座的书来看 AV型的人就是很龟毛 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我在面对他的时候 我要怎么处理 像我老婆O型的 所以我就知道说 O型的人他的脾气 来得快去得快 所以你在跟他纠结 那个问题点是没有用的 所以以后遇到他生气 你就闪远一点 或者是左耳进右耳出 因为当他发完气 他生完气之后 隔天他就完全不记得了 所以你跟他在那边纠结 十天半个月 是在伤你自己身体而已 所以这个都是模式识别 也简单的就是说 你遇到什么情况 可以套用哪一个方法 那所以我用白话文 跟各位解释的这五个能力 运算思维里面这五个能力 各位这五个能力 不是只有写程式用得到 你会发现他就是生活上面 拿来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 真的就是这样 所以他是一个生活上 都能用到的能力 所以我们平常在教 资讯课的时候 其实我应该是教了一个小主题 我用写程式 比如说写一个小游戏 或者我教创客 我教Arduino 我做了一个小东西 做了一个小功能 做完之后 我是不是应该跟小朋友 来归纳整合一下 我们刚刚学这个东西 在开始做之前 是不是有跟各位做了一点分析 是不是有拆解出各个不一样的系统 比如说这是按钮的输入 然后这个要配上音乐的部分 然后呢 你的 然后你这是怎么运作的 是分了好几个部分 对不对 你的外观 你的设计 你的机构部分 所以你跟他分析了这些之后 然后告诉他说 各位同学 所以当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你要先做系统拆解 这样有助于你把整个大问题分析 分拆成小问题 然后你就可以各个急迫 各个急迫之后 你的大问题就解决了 那这个就是系统拆解的能力 所以呢 你我们虽然上课是在教Arduino 但是呢 你事实上你在生活上面可以这样用 然后进一步呢 你就可以给他一个生活上的问题 让他去学习怎么拆 比如说 那我们就 期末的运游会就交给各位同学去规划 那他是不是就可以学到运算思维的能力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一下 什么叫设计思考 设计思考是我们科技领域的 深刻的部分的一个重要能力 那你去看这个设计思考的流程 你会发现在后面 这个中间后面 有一个主题一个概念 然后后面去实验 就是直接去把它做出来 做出来之后有回馈再进化 所以中间后面这一个部分 其实是可以用运算思维去做处理的 它是在解决一个问题 那可是呢 运算思维没有的 就是设计思考的强项 就是前面这两个部分 也就是说 你必须从环境里面 去发现问题在哪里 哪里不顺 哪里怪怪的 那个地方就是你的机会 所以我当我有这个这样的一个眼光 去观察到这些机会的时候 我要怎么去确认那些问题的核心 到底在哪里 然后我怎么样可以解决它 这两个是运算思维里面 运算思维里面没有的 那也就是说 这两种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如果你能够教到设计思考 能够在教你的专题的时候 教你的程式设计 或者是创客设计的时候 你能够把前面那一端也带进来 那这个小朋友是不是就有一个 可以自主创造的一个探索 跟发现问题的能力